我们下面进入到我们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第五节 所谓的等效系统 这个等效系统意思就是 原来一个工作件 有很多的外力 作用在这个钢体上面 然后我们希望 把它的这些外力 集合到同一个点 以便我们相加 那我们刚刚讲的 搬到一个点就要给一个等效的利偶 OK 那我们就看什么状况之下 这个等效系统可不可以简化到什么地步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 就已经说的 左下角第一个图 以这个图所说 如果一个钢体上有好几个外力作用 每一个外力 虽然不同点 我都可以把它加上欧点 变成一个补偿的利偶 那最后呢 这些外力 因为都搬到同一个欧点 所以可以相加 变成一个合力 R 然后这些补偿利偶 就是每一个外力 对这个欧点的利举 也可以相加 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利偶 变成一个单独利偶 或者是所谓利举 然后 它的力量就我们讲的 R就等于 sumptionFI M subO superR 这个O指的是对欧点 所产生的利举 那个R指的是利举的合成 合成利举 也就等于sumptionRI closeFI RI就是指的欧点 到每一个力量 单独的作用点的那个位置向量 因此我们这边得到一个结论 基本上来讲 一个钢体 不见得是平面 这画有点像平面 不见得要平面 一个钢体 有好几个外力作用 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化成为一个 利跟利偶 Force Couple 单独的一个利 跟一个利偶的系统 如这边的 第三个图所示 它的利就是每一个利 向量相加 它的利偶 就是每一个利 对这个欧点 就我想要极东的那一点 的利举合 变成一个单独的利 跟利偶系统 那讲得更广一点 我们刚刚这个图 只说 这个钢体 左边的第一个钢体 只有外力 事实上钢体本来也有可能也有利矩 如果原来有利矩 M1 M2的话 我们结果也是一样 最后也是变 因为利矩就可以直接搬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变成 MOR就是变成 每一个外力 对欧点的利矩 加上原来 这个summation MI 指的就是原来就在钢体上 已经存在的利矩 这个钢体如果原来就有一个利矩 你就把它额外加上去就好 最后变成一个等效的 单独的利跟利偶系统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个利 作用在这一点 加上这个利偶 对钢体的影响 等于 左边的第一个图 这堆外力 在这些位置 对钢体的影响 对钢体产生的效果 是 一样的 那 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刚刚也讲的了 我本来是把这个力量 是集中在欧点 我可以把它搬到欧普浪点 搬到欧普浪点的时候 我最后的利矩 就是等于原来在欧点的利矩 就是MOR 加上这个R 在欧点的R 对欧普浪的利矩 所以加上一个S Cross R 等于零 这个跟刚刚我们谈到那个 那个上一个谈利偶 是那个观念 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就是变成了 一个合力 好 这是第一个 但是这个 这个就好像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已经知道 只要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 但是这个单独的利跟利偶系统 有时候没有那么单纯 那我们下面呢 给各位再弄清两个横章 第一个 我们叫做 equivalent 我们叫做等效 equivalent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所谓的这个等效 指的是 假注有两组不同的力量 这个力也许包含了 已经有利偶存在 两组不同的力量 作用在所谓的子点系统 我们这边讲的子点系统 包含两种 一种是钢体 一种就是一堆子点形成的系统 这个不一样 钢体是无数多个子点 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叫钢体 那一般讲的子点系统 就是这个系统里面 可能只有五个子点 这五个子点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钢体上 任何两个子点之间的距离不能变 因为它不会变形 可是我们讲子点系统 是代表一个 撞球台上的那一堆撞球 十五个球 它是各百个的位置 它是一个子点系统 但它们之间位置不会固定 不管我们现在讲的 如果 作用在一个子点系统上面 如果这两组外力大小一样 对任何点的力矩都一样 而且 这两组外力对这个子点系统 不管是钢体还是子点 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 我们叫做等效 所以请注意 等效 这个名词 equivalent 很重要的重点是 它必须是力量对这个物体 对这个物质系统的效果是一样 这个叫等效 那我们这边跟各位讲的 如果我是只谈钢体 就是不讲子点 我只谈钢体 如果两组外力 作用在同一个钢体上面 是等效的话 它的if and only if 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外力和 等于零 而且 对同一点 所产生的力矩等于零 就是这两个式子 这个就是外力和等于零 这个就是对同一点的力矩等于零 充分必要 如果这两组外力 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说 这两个力量是等效 如果我们说 这两个力量是等效 这个方程是一定要满足 但是要注意 这个充分必要是说 物体只能作用在钢体上 物体只作用在钢体 不是子点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这边有两个子点 一个力量作用在这边 一个力量作用在这边 假定这两个力量 大小相等 方向也相同 而且是同一个作用线 很明显 这两个力 这两个子点是一个 一个作用在第一个子 一个作用在第二个子点 但你们就知道 它完全满足这个方程式 但是 这两个力量 对这个子点系统 效果不一样 一个是会指 第一个子点移动 另外一个力量 会指下面的子点移动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句话是错的 所以要注意到 这句话只适用于钢体 如果两组力量是作用在钢体 它们是等效 这个方程是一定满足 这个方程是满足 它们就叫等效 但是是钢体 有了这个观念 下一句话你们要注意 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equipment 这个我们中文就翻成相等 它的意思是什么 任何两组外力 只要满足 这个方程式 我们就叫做相等 我们就叫做相等 任何两组外力满足这个方程式 我们就要相等 OK 因此相等 基本上它没有谈到 对钢体或是对物质系统的效果 它只纯粹针对力来讲 所以我们这边首先会知道 如果两组力量是等效 它一定是相等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等效 它就是必须要满足这个方程式 而且要产生同样的效果 但是因此 而相等只要满足方程式 所以如果两组力量是等效 就是满足这个方程式 又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因此 它们当然是相等 反过来讲 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两组外力是相等 它不一定是等效 两组外力相等 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举了这个例子给各位看 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如果物体是指点系统 相等 不一定是等效 相等不一定是等效 那最后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相等不一定 等效一定相等 相等不一定是等效 最后 但是如果是钢体 那相等就会等效 我们一直会强调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因为将来 你们会看到 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方程式 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两个方程式 外力和相等 对同一点的力举相等 但是 就是我们讲的 尽管如此 不代表 如果物体是钢体 它会产生相等的效果 那个就叫等效 可是如果是一堆指点系统 它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那我们就不能说它是等效 就是尽管力量是这样子 这个是所谓的钢体 跟一般的指点系统 很大的差异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方程式相等 一定会同样效果 不一定 看对方是钢体 还是指点 还是指点系统 对方的钢体 等一些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回顾到右下的图 就刚刚才讲过这个例子 我们已经讲过了 作用在钢体上 可能有好几个外力 我可以把这些外力 集中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力 跟一个力偶的系统 那我们先告诉各位的是 如果这个变成的单独的力 跟力偶系统 刚好是互相垂直 就是我的力量跟力偶的方向 是互相垂直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系统 就像刚刚这个例子 以这个例题来讲 我们现在你们看 我这个-84K 我的力量是400阶 负的400阶 所以我的力量 跟我的力偶刚好互相垂直 因为互相垂直 我最后可以把它简化到说 假定这个力量 是变成一个单一力 只有一个单的力 作用在C点 它所产生的效果 跟这个力跟力偶所产生的效果 是一样 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子讲 那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最后变成的单一个力 跟一个力偶系统 这两个力量刚好是互相垂直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等效系统再简化 变成简化刀只剩一个单一力 而这个单一力一定是 最用在特定位置 我们主要就要知道 找到的是 它的单一力会最用在什么位置 这个就是上个力题 那我们这一节 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各位 什么状况之下 可以简化成为单一力 那下面我们 再讲到这个以前 简化到单一力 就像我们刚刚上面的例子 上面那个力题我们所讲的 主要就是最后 final的缕扎腾的moment 是等于零 而这个在做法呢 我们后面会有两种观念 我这边先跟各位讲 各位必要是自己抄一下 我们给各位先看 假定我现在这次 做人这一点的是一个合理 R 这个就是我的MOR 本来是在这个O点 我说是A点好了 然后你们首先先看 如果我说我把整个这个力量 从这边移动到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O点 那我的目的是要使它最后 只有这个力量 重用在这O点的效果 跟这个力量重用在这一点 加上这个力举的效果是一样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MOR 这一个加上这个力量 对这个O点所产生的力矩 这个力量的O点所产生的力矩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R 加上R Close 我的R 等于0 我们借由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找出R的位置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上个例题所在讲的 我要把作用在A点的这个R 移到O点 但是结论就是使它最后的力矩等于0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式子 MOR原来的 作用在这一点的力矩 加上R对O点的力矩等于0 这是一个方程式 但是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把这两个式子一边搬过来 变成什么呢 负R CloseR 等于MOR 首先我们看负R CloseR是等于什么意思 这个是R 负R就是反方向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R搬到这一点的时候 搬到这一点的时候 R在O点的时候 对A点的力矩 就等于原来的力矩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找到这个O点 是两种观念 但意思是一样 第一种就是 下面的这个式子 我要把力量从A点搬到O点 所以力量对A点所产生 对O点所产生的力矩 加上原来的力矩 要等于0 就是要抵消 那这边的观念是反过来 假设我已经把力量 搬到这一点了 本来这个R在这一点的时候 在A点的时候 是有一个力矩 MOR 我现在搬到O点的时候 没有了 所以R在O点时候 对A这一点所产生的力矩 要等于原来的力矩 这个就是这个式子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把一个力跟力有线统 变成一个单一力系统 重点就要找到那个单一力的 作用线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是两种观念 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一样 它只把一个方程式 抹一下 从左边到右边 只是解释的方法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再强调 这种就是我们前面立题的做法 原来R是在A点 我要搬到O点变成单一力 所以R对O点所产生的力矩 加上原来力矩 要抵消等于0 这种式子是相反 假设R已经搬到O点了 因此R在O点 R本来在A点有一个力矩 因此我搬到O点以后 它只要对A点会有一个力矩 所以R在O点的时候 对A点的力矩 对原ID点的力矩 就要等于原来的力矩 一个加起来等于0 一个是等于原来的力矩 但是方程式是一样 你们课本上 一会会用这种观念 一会会用这种观念 但是它没有很明确的说清楚 所以我们这边先 在继续讲下去前 先让各位先了解 两种不同的观念 但是是同一个式子 只是写出来方程式 会有一点点不同 对各位来讲 真的将要找这个位置 你们认定一种观念的做法就好 我个人比较喜欢偏好这一种 就是我要搬到哪里 就是它最后的力矩等于0 那像我们这边讲的 一个钢体 有三种受力的状况之下 最后都可以变成 简化只剩一个单一力系统 就是没有其他的力矩了 会简化单一力系统 哪三种 第一种很简单 如果所有的外力 作用线都集中同一点 这种我们就知道 永远不会有力矩 它的外力和就这些力相加 因为它作用在同一点 你也不要搬家 这是最简单 第二种情形就是 如果这个钢体受的力都是平面力 就所有力都在一个平面 因为都是平面力 它不管集中在哪一点 它所产生力矩一定垂直于这张纸 那垂直于这张纸 力跟力矩就是互相垂直 那我就有机会把它抵消 所以它最后可以变成单一力 第三种情形 如果所有力都互相平行 比如说由右下角那个图 所有力都平行于Y轴 不管是朝上还朝下 那这些力量所产生的力矩 一定是沿着X方向跟Z方向 所以这些力量所产生的力矩 最后的合成力矩 一定跟我的外力是垂直的 因为一个是沿着Y轴 另外两个是X跟Z 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合力 移到某一个位置 使得它变成一个单一力 那我们这个小节的后面 就是来讨论这两种状况 第一个当然是 如果属于平面力 我怎么样找到合力 最终线的位置 第二种如果是平行力 我怎么样找到合力的最终线位置 使它结果都变成单一力 就变成是一个力量 首先我们先来看平面 假定如这个图所示 假定一个钢体 有好几个平面力作用在上面 所有的外力都在同一个平面 这样就在XY平面 那我们当然可以 先把这些外力集中到图上所谓的O点 我们把O点当作圆点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合成力R 跟一个合成力矩M sub O Sup R 这个M sub O Sup R你们知道 就是那几个左边第一个图 那几个单独的力量 对O点所产生的力矩的合 而这个时候 这个R跟MOR 因为是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可以看 我可以把这个R呢 比如移到右边这个位置 离远点的距离是D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们看 我这个R OK 如果我们现在把力量从O点 移到右边这一点的位置 它对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点 它所产生的力矩 刚好是等于是 刚好 它本身来讲 从这一道位置 刚好是顺时针 所以我移动的距离D是对的话 就可以跟原来那个反射MOR给抵消 就可以给 就可以抵消掉 跟刚刚立体很像 原来我的R是这个方向 如果我是望上R 那这个对望上面 左上角所讲的话 它所产生的力矩是反时针 不会抵消 所以只有望下 那如果我移动的那个平行距离是D D刚好就是等于我的MOR除以R的话 那也就代表说 我这个R在O点这个位置 对现在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点 所产生的力矩 都是等于顺时针的第一层上R 那就跟原MOR抵消 那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单一力系统 就变成了一个单 变成了 所谓的单一力系统 那我们这边特别强调了 就是要注意方向 因为我原来的MOR 比如说是反时针 所以如果说R是往左上角移 它所产生的力矩是 也是反时针不会抵消 所以要往右下角移 那我们的关键 现在就是要知道 假设我是一道 这是我的作用线 我怎么define这个作用线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要找到这个作用线 跟X轴的夹角 拮据 或是跟Y轴的拮据 也就是我知道 我把我的作用线 移到什么位置 它会变成一个单一的力系统 变成这是最简单的情形 这几个图意思就是等于讲 我在这个位置 有这个R的力量 中用在这个位置 对这个钢体的效果 等于这三个力量 对这个钢体的效果 也等于这个力量 跟这个力矩 在这个位置 对钢体的效果 这三种力 就叫等效力 它们对钢体的效果是 一模一样 它们对钢体的效果 会一模一样 那我们下面就要找 假设 最后我移到的那个位置 真正的单一的位置上的 任何作用线上 任何一点的坐标 是X跟Y 任何一点 我们想说任何一点 然后我的R等于RXI 加RYJ 所以我就知道 在O点的R 对XY那一点的力矩 加上原来的力矩 要等于0 在O点的R 对XY那一点的力矩 就是等于从XY那一点 到O的位置向量 所以是-XI 加上-YJ 也就等于从XY那一点 到O的位置向量 Close RXI加RYJ 这个就是 这个第一项 Close 指的就是在O点的R 对XY那一点 说才力矩 然后加上原来的O点的力矩 MOR 它是一个K等于0 因为它一定在K方向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给展开来 得到这个结果 都是K方向分量相等 XRY 减掉Y 乘上R X等于0 这XY指的是 在这个作用线上任何一点 那我要找到它的结局 就是如果要找到这个作用线 在X的结局 我就设Y等于0 那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MOR 除以R 除以我整个R 那个除以R sub Y 也就是说 我原来中用在原点的力矩的值 除上我合理的Y分量 就是等于我这个作用线 变成单一力时候的作用线 在X的结局 记住要代 这是一个 反过来讲 如果我要知道Y结局 就是在这个式子里面 念X等于0 我就得到了Y结局 那就是负的MOR 除以RY 所以结论就是 首先 有一个工作件 有好几个平面力 作用在上面 我可以把它都集中在O点 我就会得到RX跟RY 就是每个外力的X分量和Y方向的分量和 我也可以找出来 每一个外力对O点的力矩的和 就是MOR 都知道以后 代入这个公式 就是表示 我把它变成单一力时候的作用线 跟X轴的夹角 代入后面的式子 就表示是单一力 跟Y轴的夹角 但这公式你不见得要计 你也可以直接 就写出这个式子 也就是 假设 我真的新的作用线的任何一点 最重要是XY 那就是R对XY的力矩 加上原来力矩要等于0 直接设法解X跟Y就好 直接解XY就好 如果你要代公式要注意 像以这个公式来讲 如果你的RY是负的 有可能是负的 你就要代负 你的MOR是负的 你也就要代负 算出来的X是正值 表示是在原点的右边 是负值表示结局在 就是这条线可能是在结局的左边 那这个式子也是一样 负号不要忘掉 我们像刚刚讲的就是平行力 如果作用在钢底上都是平行力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力量 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作用线上 使得最后的等效系统 变成一个单一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你们课本上第八个例题 当然单纯 他现在讲的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横的梁 我有四个外力 作用在这个梁上面 分别在四个位置 从最左边开始 一个是150牛顿的力量朝上 然后是600牛顿的力量朝下 然后是100牛顿的力量朝上 最后是250牛顿的力量朝下 分别作用在就从原点 第一个是在最左端A点 然后隔1.6公尺 再隔1.2公尺 再隔2公尺 然后他要问的是第一点 这就是一个平行力系统 所以他要问把这四个力 第一个小题A 把它通通集中在A点 看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力 跟力有系统 就所有力量都集中在A点的时候 我的补偿力有是多少 MOR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问 如果我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B点 我的补偿力有是多少 第三个题目呢 就是说如果我想变成单一力系统 也就是说我的力有要等于0 那这个单一力应该作用在什么位置 这个也就等于是你把这个水平 这个量当作X轴的话 等于问的就是X的拮据 它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简单 是因为它没有Y方向分量 只有X的方向分量 比较单纯 但他补充了一句话 因为你们仔细看 这下面两边 有两个支撑点 支撑点会有反作用力 我们这图没有画出它的反作用力 所以现在这个量乍一看 是不平衡的 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知道一下就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给各位注意一下 这里面课本上的图 它在负的地方写了一个负600J 还写了一个负250NJ 因为它这次画图很不要的画法 你们画图的时候 给各位先看 把那两个负号跟方向都不要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表示的是600朝下 你就是一个向下的箭头 然后写一个600就好 不要像你们课本上写的 写一个负号还写一个方向 这个做法没错 但有时候你会搞分头 因为我们常常会会受图形影响 我再次强调 如果只是图形的话 有图形有件号了 你就只要写出它的绝对值就好 不要加负号 也不要加方向 就这个负跟接都是可以删掉的 好 那我们先看 第一个 我先决定一个坐标 横轴就是X轴 正轴就是Y轴 我的圆点呢 我们就假设它是在A点 A点就是我们的圆点 这样和我们坐标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第一个把力量通通到集中A点 那我的合力就是这四个力相加 所以就是负的那个震的150阶 减掉600阶 加上100阶减250阶 就得到一个600 所以是负600 负600阶 你们看我答案两种写法 一个是负600阶 刘顿 我有写出那个单位向量 另外一个呢 我就只写600 然后一个箭头朝下 这两种写法都可以 我再强调 不要这样子写 这是最糟的写法 绝对不要 你要不然就直接写出负600 后面注明单位向量 要不然就是写出正600 然后画一个箭头 不要写负600加箭头 那是最糟的写法 然后第二个 我就要算出在A点的力矩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这边讲的 就是MstopA 这个下标A 指的就是我所有的力量 是对A点取的力矩 那个R 就是我的合力 然后就等于 第一个 在A点那个就等于0 我们就找出每一点 然后针对那个负600阶的 对A点的力矩 就应该是正的 正的1.6i 所以是正的1.6i close负的600阶 然后加上2.8i close正的100阶 再加上那个正的4.8i close负的250阶 然后我们知道 如果是i close阶等于k i close负阶等于负k 所以加起来最后等于负的 1880k 1880 所以 也就等于说 向左边 这四个力量 分别作用在这四个点 对这个梁的影响 等于右边那个图 一个负600流顿朝下 加上一个顺时针的 1880流顿的流利矩 对这个梁所产生的效果 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把所有力量 都集中到A点 OK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要么我就写负的180k 或者写正的1880 然后后面写一个CW 表示顺时针 第二个小题 我要把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到右边 要集中到B点的时候 然后我先算出来我这个600流顿的力 对B点所产生的力矩 如果六个对B点所产生的力矩 记得力之先来是从B到A 所以就是负的4.8i cross负的600j 最后得到正的2880k 那真正在B点 最后的合成力矩 要把原来在A点的 负的1880加上去 所以最后变成正的1000 所以也就等于讲的 我在B点一个600朝下 1000牛顿公尺k的柳力矩 等于在A点的600朝下 负的18080k的柳力矩 效果 那个力矩效果是一样的 第三个题目 我们就是要找到把这些力量摆在这个梁上的某一点 假定我是摆在这一点呢 位置是离A点的距离是x 摆在x的那一点 然后使它的力矩消失 所以我们说Mx是等于0 可是Mx等于0 就等于原来在Mb的力矩 那个1000k 加上这个600对x的力矩 所以我们说是负的那个正的1000k 加上在B点的这个负600对x的距离 它就是4.8-x OK 就是从x到b的位置向量 所以是4.8-x的i cross负的600g 加起来应该等于0 然后我们把它乘开来 最后就可以解除了x等于3.13 所以离A点 如果我把这个600牛顿的力量 摆在离A点3.13公尺的地方 这个单独的力 单一力 对这个量的效果 等于这个图的效果 也等于这个图的效果 也等于 这个图的效果 通通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 下面呢 我们看第三种情形 刚刚是说 如果力量都是平面力 第三种情形是 如果作用在钢铁的力量 都是平行的力 以右下角图来讲 所有的力都平行于Y轴 有的是正Y方 有的负Y方向 都平行于Y轴 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都平行于Y轴 那我通通把它力量 集中到O点 那这些外力 对O点所产生力矩 一定指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X轴方向 M XR I 另外一个就在Z轴方向 M ZR OK 如果力量都平行于Y轴 反正平行于Y轴 那它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力矩 一定是在X跟Z上面 所以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 我的合成力矩 跟我的外力是垂直的 因此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合成力 R移到某一个位置 移到某一个位置 使得它的合成力矩 最后会变成0 我们要找的就是 我这个R所移到 真正的那个位置 它的作用线 跟XZ这个平面的焦点 我们下面推倒公式 是假设所有力都平行Y轴 如果所有的力量 都平行于X轴 可以照做 只是公式要改一下而已 可是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就是 假设我知道RY合力了 那我也知道M XR跟M ZR 假设我这三个都知道了 我们要找到X这个Y力 跟XZ这个平面的焦点 就像我们这项讲的 我可以把它移到同一个力量 那我们就假设很简单 我R就是等于RY 然后呢 我最后的单一力 它的作用力 跟XZ这个平面的焦点 就是X0Z 因为是平面的焦点Y就等于0 等于X0Z 所以如果 我们假设这个点 X0Z这个点 我们假设叫点A 图上没有画 如果我要把我这个外力R 移到A点 而且最后力矩等于0 所以就是代表 我这个R对A点的力矩 也就是这边所讲的 负XI-ZK 因为是从A到O的位置向量 所以是负的 Close我的所有的外力 就是RYJ 再加上原来的力矩 MORXRI 跟加上MZRK 应该要等于0 这是一个 当然 我也可以反过来 把左边的式子 搬过来 就变成了下面这个 下一个式子就是 XI加上ZK CloseR 等于MOR 下面的这个是 把上面的式子的 那个R closeF 搬到另外一边而已 那意思就是 相等于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我的R已经变到A点了 所以R在A点时候 对O点所产生的力矩 等于原来的力矩 这两个式子是一样 你们课本上常常两个都写 我解决说 看法上两个都有 但我在强调 还是各位建议 就用第一种的观念 就加起来是等于0 然后把这个式子给展开来 上面是给它Close出来 就会I方向的分量相等 可以解出来X值 也就是等于MZ Z方向的力矩 除以RY 那个Z呢 就是等于负的 X方向的力矩 除以RY 你们可以背这两个 也可以用这一个 但要注意到 不管这个公式 只适用于一个状况 就是我的平行率 是平行Y轴 如果我的力量是平行于X轴 你们就要小心 就要从基本的观念来着手 也是要带进去说 如果是RY是负的 你就要带负 MX是负的 你就要带负 那我们下面给各位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你们课本上第11个例题 它就是一个平板 它的坐标轴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 水平轴是X 垂轴是Y 横轴是Z 所有的力量都平行于 这个平板上面有四个外力 通通平行于Y轴 在四个位置 分别是180KN 54KN 36KN 跟180KN 通通朝下 那我现在要把这四个力 变成一个单一力系统 就我们讲的 然后就要看看这个单一的力系统 它在XZ平面上的节点 坐标是多少 这个我们不带负 我们直接用开始做 第一点 所有的力量 你都把它集中到O点 而且算出来每一个力量 对O点的力举 这个时候呢 你们课本上 第一个 所有的力量都是Ri x Fi 总共力级就是Summation 但你们课本 这种问题 你们课本建议就是 做一个这样子的表 不会搞混 你看这个表 第一行就是 四个力量 它的位置向量 四个力量所在的位置 对O点的位置 就从O点到四个位置向量 第二行就是所有的外力 第一行Close 第二行就是所产生的力举 然后把它力举相加 外力相加 你就会等于 作用在A点的合力R 跟A点的合成Moment 所以我们现在看 第一个力量 180流顿 就负180流顿接 负180接 然后它的位置向量就是0 因为它在原点 第二个 54KN的 就是负54KN 它的位置向量是3I 第三个负的36KN 它的位置向量就是3I 加上3I加1.5K 第四个 它是负180接 它的位置向量 是1.2I加上3K 然后我们就把这边的这边的R Cross这边的F 就等于分别等于这边的Final M 然后I方向分量相加 K方向分量相加 最后得到的合成力 就是360流顿 它的力举 就是这个 有X分量 也有K分量 抱歉 按错了 有X分量 也有K分量 X分量是正的 K分量是负的 所以如下面 如你们右边这个图所看的 在X分量的力举是朝正I方向 在K方向力举是朝里面 等于是负K方向 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以后 然后还是一样 我就假设我可以变成 像右图所示的单一力系统 这个力跟平面的夹角 平面的节点 就是X轴 X坐标 跟Z坐标 X0Z 所以我们先来讲的 在O点 还是这样 假设这边的点是A 所以在O点的这个R 对O点的力举 叫做负XI 减掉负ZK Close 我们的负360J 再加上原来在O点的这个力举 应该等于0 还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把它展开来 OK 把它通通展开来 然后I分向的相等 K方向的分量相等 我就可以解除我的X跟Z 结果都是正的 表示是在第一向线 那如果你要用我们刚刚所讲的代公式 我们回应给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X就是等于MZR MZR除以我的RY 记得RY是负 MZR也是负 所以最后X大一零 同样的 那Y呢 是等于负的MXR除以RY 这个是正 可是这个是负 所以负负得正 还是大一零 因此 你直接把我们刚刚的那几个RY MZR带进去 得到结果会跟这个一样 都是正的 OK 好 到这边来讲 我们就跟各位说了 如果你把作用在钢体上的好几个外力 其中的同一点 变成一个力跟力有系统 如果这个力跟力有系统是互相垂直 我可以变成一个单一力系统 我们最后要跟各位讲的是 如果万一我变成了这个力跟力有系统呢 没有互相垂直 如这个图所示 它根本不是互相垂直的话 我们怎么办 可不可以把它简化一点 可以 现在大家看好 首先 以左边这个图来讲 这个R跟MOR 不是互相垂直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MOR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垂直平行于R的分量 我们叫M1 一个是垂直R的分量 垂直R的分量 我们叫M2 我可以把它变成M1跟M2 那这样子的话 假定我现在把这个力量跟这个M1 移到这上面的某一点 使得呢 这个R 对这一点所产生的力矩 加上这个M2会抵消 那我们就会变成了 下面这个的结果 就变成我最后的结果呢 只剩下一个力矩 M1跟R 可是M1跟R呢 是在作用线是同一条 这个也可以简化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 如果我最后变成的 左边的第一图 我最后变成的力跟力有系统 没有互相垂直 那我可以把这个力有 变成M1跟M2 一个平行于R 一个垂直于R 那我现在把我的R 作用线移到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因为这个R跟M2是垂直的 所以移到特定的位置 我可以把这个销掉 我可以把这个销掉 只剩下最后 而这个系统就是同一个作用线 同一个作用线 它的Final的R跟最后的力有M1 是平行的 是同线 那我们当然要知道的就是这条作用线 它的位置 这种系统 这种系统 我们有一个特别名称 叫做Range 扳手 你知道扳手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螺丝钉锁起来 或扳上去 你这个扳手一边转 使这个螺丝钉一边旋转 一边垂直 一边在上下移动 而这个呢 结果你们看 一个是一个力量 力量就会使物体 好像在 沿着那个轴线移动 但是呢 那个M1 又会使这个物体旋转 就有点扳手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 最后的这种系统 叫扳手系统 这个轴就是扳手轴 那我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 这个扳手轴的位置 在空间中的什么位置 这也就是 如果最后变成的 力跟力有系统 不是互相垂直的话 我们就希望找到 这种状况 这个就叫做扳手轴 那找的人也不难 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假设 最后变成的M1的大小 我们叫M1 那个R的大小 我们叫斜体字R 我们define一个名词 叫做扳手截距 pitch of range 截距 截就是 节目的节 节日的节 距就是距离的距 pitch就是截距 这个扳手截距的定义 就是我最后的结果 我的力偶 或是所谓的力举 除以我的力的大小 M1除以R 那是最后的M1最后结果 M1除以R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M1跟R是同一个方向 所以就代表M1的向量 会等于p乘上R向量 记得M1 依照这个定义 我M1的向量 就等于p 除以R的大小 p乘上R向量 因为M1跟R是同样的方向 我们把这个定义成节距 M1的单位是 力量乘上长度 R的单位是力量 所以最后单位的 就是一个距离 没有问题 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p呢 首先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图 你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不是代表 我的M1 就是等于这个mo 在这个R方向的分量 那我们讲过 任何一个向量 在某个方向的分量 等于这个向量 dot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所以我会知道 我的M1 基本上就等于mor dotR向量除以R 因为R向量除以R的大小 等于R的单位向量 mo1dotR 只有R向量除以R的大小 就是等于我们的M1 等于那一方向的分量 等于那一方向的分量 然后p又是等于我的 p照定义来讲 就是等于我的M1除以R 所以我再把这个M1 这个值再除以R的大小 最后等于了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你要算出我的结局p 就是拿 因为第一点 原来来讲 如果你一个钢体 有好几个力量作用 你得到了这个结果的时候 也就是mor这个向量 跟R向量你是知道的 你知道了这个以后 带入这个式子 也就是把力矩向量 dotR这个向量 再除以R的大小平方 你就会得到p值 所以我结局知道了 可以做出来了 那我下面就是要知道 变成所谓的扳手系统的时候 这个作用线的位置 我们假设这个作用线上的 任何一点的位置是 坐标是XYZ 假定扳手系统 任何一点坐标是XYZ 那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像我们讲的 我就是要把这个力量 从O点移到那个 扳手位置系统A点 所产生的力矩 所产生的力矩 加上原来的力矩 是要等于0 而这个式子呢 就是反过来看的 这个式子你们看 因为它的R的定义 是从A 它的R的定义 是从O到A 表示我已经移到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种看法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把我的R 移动到了A点以后 R在A点上 对O点的力矩 R在A点上 对O点的力矩 也就等于是原来的M1 加上R 我们的R 就要等于原来的 在O点的力矩系统 所以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跟前面讲 有点不一样 这次是反过来了 假设我已经 是把我的R 移到了A点了 所以R在A点上 对O点的力矩 所以我这边 特别下面有写 R是等于Xi加Y接加G 就是O点到A点的位置向量 cross我的R 加上我原来的M1 就等于我最后的力矩 而这个M1是等于什么呢 不要忘了 它是等于P乘以R 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式子里面 如果你可以从 上面这个式子找到P 下面这个式子 只有R是位置数 剩下的MOR跟R 都是你已经知道的 然后这个式子 有三个方程式 就可以解除三个方程式 三个位置数XYZ 但是我们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真正最后结果的 那个板手轴 有很多点 如果你只是用这个解除 要解三个位置数 你解不出来 因为它的三个I方向分量相等 接方向分量相等 跟K方向分量相等 它三个方程式是相一的 所以我们通常 不会只找XYZ 我们会要求找到这个轴 跟哪一个平面的交点 XY平面 YZ平面 或是XY平面的 或是XY平面的交点 我在想想一下 这个式子 它的观念就是假设 我已经把R移到A点了 所以R在A点所产生的力矩 应该等于原来的MOR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本来这是R 这个是所谓的MOR 我现在要移到这一点 可是我移到这一点 是要把这个MOR本来所产生的 这个M2 我们是要消掉 而题目上 是 刚刚那个课本上 是假设这是我的R 从这边到这边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R在这一点 也就是R Close R 指的就是 R搬到这一点以后 对这一点的力矩 再加上我剩下的M1 就应该等于这个东西 这就是前面那个式子 那我们现在下面看一个 例题 正单 它现在有一个立方体 圆点在左下角 然后它现在分别在 1点 有一个朝X方向的力量P 然后在那个低点 有一个朝上的 就朝Y方向的力量P 那现在这两个 我想把它变 找到它的板手系统 也就把它变成一个单一 单一的力 跟一个平行的力矩的合成 板手系统 我们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板手力的系统的R的大小跟方位 就是这两个量相加起来的方位 所谓的方位指的就是 这个最后的R跟xyz的夹角 是多少 第二个 问你拮据多少 第三个问你 这个板手轴跟Yz平面的节点 是多少 是跟Yz平面 那这个你们看 好像很啰嗦 完全套公式 就是一样 你第一点算出R 第二点算出MOR 然后套公式可以算出P 再套公式就可以找出Y跟Z 那我们先看 第一步 我们先找出我的R 很单纯 就是Pi加Pg 那就是我的合力 我现在把这两个力量 通常集中到原点O了 Pi加Pg 因为它已经集中到原点了 所以它们会对原点 有产生一个补偿力 所以我们在O点 这两个力量 Pi跟Pg 对O点所产生的力举 分别 对那个Pi的来讲 它的位置向量 就是Ai加上Aj 对Pg的那个力量来讲 它的位置向量 R就是等于是Ai 那Aj加上Ak 所以两个R x F起来 最后变成负的Pak 减掉Pai 这个就是这两个P 对O点所产生的力量 也就是MOR 知道MOR以后 它的第一个问题 R的大小 就是P平方加平方 开根号等于根号2P 很简单 然后它跟X轴的夹角 就是我原来的X分量 除以大小 所以它的C打X 就是R cos的 原来的R的X分量 就是P除以它的大小 所以最后算出来 就是45度 同样的道理 它的C打Y 也是45度 但是它的C C打Z 因为它没有K方向的分量 所以等于0 也就是代表 我的这个R 这个R跟Z轴是垂直的 一直是90度 这就是第一题问的 第二个小题问的 就是我的结局 我的结局 就我们刚刚讲的是 总共的合成力矩 DOT我的R 再除以R的大小 所以照代 合成力就负的Pak 减掉Pai CrossR 就问DOTR 就是Pi 加PJ 再除以2P平方 最后得到我的结局 是2分之A 我的P就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 它要问 我这个板手轴 跟YD轴的接点 那我们 因为是跟YD轴 所以我们说 坐标就是X等0 所以是0 YZ 然后就像我们讲的 我这个的板手轴 它基本上 我这个用的是 那就是讲的 讲定我已经移到了 我的板手轴 然后对我那个 对我 那个板手轴 对原点所产生的力矩 R crossR 那R等于X 就是等于YJ加ZK 加上我的M1 就是等于我的MOR 而M1呢 就是等于我的P乘以R 所以整个带进去 第一个P就是2分之A 我们的R 就是等于Pi加PJ 这个合起来就是我们的M1 M1 然后加上X 那个YJ加ZK Cross我的R 最后就等于我的 -PAK 接Pi 然后我就把它这个 通通乘开来 乘开来以后 我们就会 乘开来以后 会得到三个量 一个I方向 一个J方向 一个K方向 因此 从I方向分量 我可以解除Z 等于2分之A 记得 从J方向分量等于0 我还是解除Z等于2分之A 因为我们讲过 这是相依的 但从第三个K方向等于0 我可以解除Y等于A 所以这个板手轴 跟YJ平面的交点 就是Y等于A Z等于2分之A 这个问题好像看起来有点弱 但事实上 完全都是在套同样的公式 先算出R跟MOR 就可以算出P 算出P以后 我们就可以找出 它的坐标点